在录大量的资料到Power BI时 需要进行资料及数据清理 以确保资料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在Power BI中可以使用编辑查询功能 来清理和整理资料如删除重复的资料型和栏位 填补缺失的值 更改资料形态 如将数值转换为文字 将数字转换为百分比 在进行资料及数据清理时 请注意保留原始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以避免失去重要的资讯和影响分析的结果 我们接下来就来观看 这里去做数据清理 数据清理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行ID 它是定义成数值 到时候它是可以做加减乘除运算 可是如果这个行ID 它本身是属于一个类别 识别类别或者是区分的一个类别 用数值来去代表 这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把它拿去做四则运算 举例来说男生我们定义为1 女生定义为0 加了1万个0跟加了1万5千个1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而且加了1万次0 你根本就算不出来这是1万个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请注意 我们资料清理 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栏位确定 请让我再多说一下 为什么它会系统会判断错误 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在传送资料 我们会希望资料都要正确无误 所以我们会刻意的去把所有的资料 类型改成文字 以确保资料在传送的过程 在制造的过程到传送给别人 不要产生错误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讲类型的转换 还有像例如说民国 各位知道民国对于美国人来说 他根本就不懂民国108年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转换成 例如说2019年 这样子系统就会判断 这是一个年 因为他知道了这是一个时间的值 他就会自动的可以把它 有产生时间阶层 像年季月 星期日 时分秒的时间阶层 那如果你第一个给他的是 民国年月日 对不起 他已经觉得这是文字不是数字 是日期 所以他就没办法帮我们做日期的阶层设定 好 所以这就是资料分析 这就是资料称计 所以这就是资料 copying 这是别增加誉 所以这就是资料清晰 想念